雖然我呢上火了 但是呢还是抵不住想吃些辣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一个江西菜馆 江西菜也是以辣著称的吧 所以我们今天就点一个南昌炒粉 还有一个辣椒炒肉 还有他们最特点的最特色的叫瓦罐汤 还点了两个瓦罐汤 很饿我受不了了赶快上菜吧 要吃要吃 你看人家吃开心的 来 等下几脚 哈哈 笑嘎嘎笑 我吃了两口热汤 好了 你坐下吧 就我们点的有点多 给饿了 然后这是他们的瓦罐汤 这个瓦罐汤还挺烫的 我要的是冬瓜排骨的 就是内容物还挺丰富的 你看这个 这排骨感觉还不错 很新鲜的 冬瓜 冬瓜已经熬透了 已经熬透了 你尝一口呗 看着冬瓜是没吃到 这个汤很有味 它应该是 因为我看它表面有一层油 应该是利用了排骨的油 做的很久了 嗯 做的辣的 冬瓜 这个味道 这个汤我觉得身体特别好 莫名觉得喝汤醉身体特别好 不错 这有滋有味的 这汤 来吃饭 下期吃什么 下期开心的 先吃个辣椒炒肉吧 你看那个肉煸的 因为它切得薄 所以就煸得很干 像干像的 应该是 再配这辣椒 这个应该是 他刚才说是什么脚腕 反正他说这个辣椒不是超级辣 是我们俩们接受的范围 哇 第一口就能感觉到辣椒是辣 辣椒但是辣 嗯 这个肉很好吃 嗯 我就喜欢吃这个肉 然后旁边那个筋筋的那个 嗯 这不就是 跟小炒肉一举同工吧 对 但是这个小炒肉的辣椒也酸 你看这个辣椒 嗯 它这辣椒切的是辣椒片 对 这辣椒好吃耶 辣椒很新鲜 嗯 看这油花花辣椒好吃 好吃 肉也蛮香的 我再来碗肉 嗯 好吃 太阳出名用了酱油 酱油放多了吧 酱油放多 所以那个 肉的那个味给提出来了 然后 配成这辣椒 可以的 哎呀 这个 这个我喜欢 这你猜什么 猪耳朵 猪耳朵 这猪耳朵 这猪耳朵然后配这个 蒜苗蒜苗啊 应该很好吃 然后它配辣椒 猪耳朵超好吃 好吃 嗯 我有什么不爱吃吗 没有 这个猪耳朵 这个脆脆的这部分 最好吃了 脆骨包 嗯 嗯 脆脆的 把这个猪耳朵要吃辣 因为它里边还有 吸收了这个 蒜苗的香味 嗯 嗯 再来一个这个吧 萝卜干炒鸡蛋 这个萝卜干应该也是江西的特色吧 腌萝卜干 嗯 我尝一下这个萝卜干脆不脆 嗯 我就要点这个吧 就说要点这个吧 这好吃 这个萝卜酱香 嗯 对 萝卜干有一种酱香 嗯 还要在配上那鸡蛋 在配上那鸡蛋 那鸡蛋很吸收了那个 萝卜干那个汤汁的味道 嗯 还有点放点辣椒 辣辣的 好吃 这道菜也差好吃 嗯 超爱吃的 萝卜干辣肉 好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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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 这是有机菜花 哎呀 锅子菜花 我爱吃菜花 然后他把这个 洋葱 嗯 嗯 然后有一点甜口 嗯 嗯 这个太好吃了 那你吃一口 嗯 你吃一口 然后评价一下 我怎么手里面慢慢吃 嗯 你尝尝 好吃吗 有滋味吧 你尝尝 好吃吗 试试 不配啊 脆吗 我吃 有点辣甜你知道吗 对它有点甜口 然后就是那个洋葱的那个鲜味给提出来 洋葱的那个完全融合到那个大花里的 而我一搭配的话真是 大花是炒挺脆的 对 这道菜我最喜欢 好好吃啊 嗯 这个 南昌炒粉 嗯 这个粉跟湖南的粉一样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好吃吗 嗯 有肉 有豆芽 有粉 还有那个小青菜 还有辣油 干辣油 嗯 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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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这样那个就是油香味很重 油香味很重 但不咸 没有那么咸 我以为会很咸 就没有那么重口 对 哎 对对对 挺清爽的 而且那个辣味煸出来了 就是那个辣椒籽的那个香味煸出来了 很香 嗯 我老老老是 我老是豆芽 那你吃了一口豆芽 那豆芽放嘴的时候 我给你们买了 嗯 这个好吃的 你自己喝你这个汤 你再介绍一下 是啊 你看看 你这是老鸭汤吧 嗯 你帮我一下 这是鸭子的 这是 鸭子 嗯 这是萝卜吧 萝卜 没有萝卜 这是萝卜 这是萝卜 萝卜 萝卜老牙汤 这是萝卜 萝卜干 这看起来应该挺好喝的 挺好的 挺好的 好的好的 我忍不住了好饿 快吃这粉太好吃了 我尝尝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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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尝尝尝尝 好了 好了 走 我尝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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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